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说 十年 小徒弟又问道 那么我加倍练习和学习呢 师父说 二十年 小徒弟弃而不舍地说道 要是我不眠不休 夜以继日地学习呢 师父说 那么你将一辈子都开不了物 生活中有很多人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只注重自我提升和机遇 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那便是做人的格局 一个人只有坐拥沉得住气的格局 才能静得下心来 不断沉淀自己 最终厚极薄发 生活越忙乱 越要沉住气 有人说 生活无非是忙着生或忙着死 但其实最好的人生状态 正是忙而不乱 忙碌乃是人生常态 但只有心平气和的接受 才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节奏 在忙乱的人生中 忙出价值和意义 大画家毕加索的一天 可谓是十分忙碌 但无论怎样 他都会留出时间 画同样的一幅画 好友不解 每天画同样一幅画 不会感到无聊吗 其实毕加索正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锻炼自己的定力 以找到掌握全局的感觉 反观生活中 很多人一旦遇到紧急的事 就容易变得慌乱 结果就是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让事情往更糟的方向发展 其实事越多 生活越是忙乱时 越是要告诉自己 沉住气 保持冷静 历史上 康熙皇帝在三藩之乱时 不但没有像往常一样 勤于正事 反而出去游山玩水 但正因这样的做法 才使得忠臣吃了一颗定心丸 想趁机作乱的人 看见他如此淡定 也不敢轻举妄动 康熙皇帝的沉着冷静 使他顺利度过一次危机 俗话说 世急则变 世缓则远 很多时候 越是身处乱局 越是不能急躁 沉得住气 将眼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处理好 一切自然会豁然开朗 在急事时沉住气 才懂得什么是随机应变 什么是恰如其分 只有在危机中沉得住气的人 才能成大气 沉得住气是成熟的开始 作家林清璇曾说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有八九 每个人都渴望过一生顺遂的生活 然而 事事难料 生活总会有诸多的不如意 我们虽无法改变命运的发生 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式来面对 被称为亚洲飞淫的刘翔 之前在人们心中一度封神 但由于腿伤退赛的事情 很多人对此大失所望 面对风口浪尖的舆论 刘翔从未正面回复 而是静下心来细细规划自己未来的道路 此时的他 已退回幕后 并且有了自己的另一片世界 过得逍遥自在 其实 一个人真正走向成熟 不是默默承担一切 独自忍受痛苦 而是 有勇气去面对 有胆量去承担 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 心中依旧热爱 就像刘翔一样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那就不要让自己沉溺在痛苦的过往 学会放下 调整心态 人生才会更加美好 当你有一天 面对任何事情都能沉住气 冷静思考时 那说明你真的成熟了 能沉住气的人 才能控制人生 道德经中讲 天下大事必做于戏 很多时候 我们急于求成 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却不知所有的成功 都是由一件件小事 逐渐累积起来的 只有能将琐碎小事 做到极致的人 才具备成就大事的勤能 正所谓 心服气躁者 一事无成 沉着冷静者 百服自己 一个人真正的能力 不在于取得多少成功 而在于如何取得成功 不在于经历多少失败 而在于能够承受多少失败 历史上 司马迁遭受功行 但他从未放弃 而是沉住气 继续著书 最终在牢狱中写出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史迹 梁启超变法失败后 流亡到了日本 但他并未心灰意冷 而是选择存下心来 继续学习 充实自己 人人皆知的居里夫人 也是在十年如一日的 实验室中做实验 最终才在成千上万的矿石中 提炼出零点一刻的雷 一个人只有沉得住气 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沉得住气 不仅是对自我意志的磨练 更是一个人内心的突破 做事沉得住气 才能发得了力 这一秒能够沉住气 下一秒才会充满希望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让自己变得优秀 机会才能源源不断 往后余生 愿你我修一颗沉得住气的心 波澜不惊地 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领略人世间的无限风光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